穿短裤的短髮富人到生鮮超市采賣 身上背著大包包 逛著逛著 蹲在指向後方長達兩分鐘 富人準備離開時 經過防盜門 警鈴聲大響 店員立刻報警 結果在富人包包裡 找出還沒結帳的健康食品 奶粉和水果 價值超過4000元 被一切到現行犯逮捕 難解訊後無保吃回 沒想到隔天她又再度上門 這次她自備美工刀 蹲在貨架前好幾分鐘 原來她割下商品條碼 還撕標籤 偷走4200元的商品 在賣場內撕下水果標籤 即以浴場的美工刀 割下保健食品盒上的條碼 意圖規避商家防盜偵測 富人一偷再偷 地點就在台南中西區 一間神賢超市 55歲夜姓富人 22號上門時是短髮 當時因為沒結帳 被店員和警方活帶 結果才隔一天 又到同一間超市偷東西 她還戴上長甲髮帽子來變裝 企圖想躲避茶器 連續前往商家竊取物品 23日近來攜帶美工刀 來破壞物品條碼 以色犯加重竊到罪前 明明夫人第一次刑切就被抓包 沒想到隔不到24小時 隔天還敢再去一次 讓店家忍無可忍 警方也不手軟了 罪刑加重 不讓她有再度犯案的機會 TVBS新聞故事 唐宋家娟 臺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